2009年4月6日,凌晨3点32分 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袭击了意大利中部的城市拉鬼拉 地震只持续了短短20秒的时间 56个村庄,上万间房屋被摧毁 6万5千人游离失所 上百个家庭,支离破碎 在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没得选择 如今,当地政府已经将这里设为了禁地 禁止人们进入 寂静无声的街道上 依稀还能看出曾经的繁华 那奎纳到底是座怎样的城市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到底又经历了什么 今天咱们就走进这座历史古镇 探索那些被人遗忘的过去 那奎纳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山区城镇 它是阿布鲁佐地区和那奎纳省的首府 早在12世纪初 西西里国王菲特利二世 统一了拉奎纳附近的几个村庄 并在狭窄的亚平林山谷间 建起了拉奎纳城 从那时开始 拉奎纳就是周边乡村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中心 这样的繁荣一直延续了有400多年 到了16世纪初 西班牙统治者菲利贝尔特 率领军队摧毁了这座山区小镇 并在小镇上建立了以西班牙统治为主的分建制度 从那时起 这座小镇就与它的根源分离 不断地遭受到未来侵略者的入侵 刚开始 西班牙殖民者在拉奎纳 行建了很多中世纪风格的房屋 其中有十多座流行于17世纪的巴洛克经典教坛 都被当地人奉为至宝 一直传承至今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 拉奎纳先后被奥地利 英国 法国等欧洲列强占领 遭受到多国殖民者无情的掠夺和杀戮 因为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瘟疫 也在当地肆意的蔓延 17世纪的拉奎纳城 就有鲁一片人间炼雨 光是1657年的那一场瘟疫 就有2000多人上升 当时全镇的人口仅有6000多人 然而除了战争和瘟疫以外 拉奎纳还是一个地震和火伤频发的地区 因为它靠近地球的两个主要构造板块 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的断层上 两个板块不断的相互摩擦 造成了当地的地震和火伤频发 在过去的3000多年历史中 当地共遭受过3000次中高强度的地震 平均每隔5到10年 就会发生一次6级以上的地震 而拉奎纳城 又是一座建在古老湖床上的城市 湖底松软的土壤结构 给地震提供了放大效果 所以在拉奎纳的震感也尤为强烈 1703年 拉奎纳就遭受了一场 为期19天的连续三次6级地震 有一万多人 在那次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最后城里只剩下不到2000人 由于当时的拉奎纳还属于外国殖民地 得不到外界更好的救援 情况也变得非常糟糕 尽管在拉奎纳的人们经受了巨大的磨难 当时这并没有摧毁 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想法 镇上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们都开始联合起来 开启了缓慢和艰难的重建过程 现在镇上的大部分建筑 都是在18世纪初修复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 大部分房屋依然采用的是土木结构 这样的房屋在地震多发的意大利 看着性能依然是非常令人担忧 到了19世纪 意大利终于迎来了统一 当时由于拿奎纳当地复杂的历史背景 当地政府也并不太重视这里的发展 导致小镇一直处在较为落后的状态中 在这里的街道上 至今还保存着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模样 镇上没有路灯 也没有丰富多彩的商业活动 尽管小镇人们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富裕 但是这座小镇 却是纳奎纳人们心中最幸福的家园 2009年3月 就是在大地震发生的前一个月时间里 一位名叫贾宝洛的实验室技术人员 根据地面增加的放射性冬季含量 预判会有大地震的发生 结果他被意大利民防党委指控为制造民众恐慌 被移送到了当地法院 贾宝洛被光阳后 地质庄家召开了紧急会议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会发生地震 这导致了当地居民没有提前做好撤离工作 2009年4月6日 凌晨3点32分 纳奎纳古老的湖床又开始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刚开始屋内的家具也随之产生了明显的抖动 紧接着四处传来了人们的尖叫声 排泡随着爆炸的巨响 屋内的墙机开始发生坍塌 掉落的白灰让人们看不清逃生的方向 整座城市都在剧烈地摇晃着 加上地震发生在凌晨3点半 过程只持续了短短20秒 大部分人都还在迷糊当中 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 20秒摧毁了拉奎那城内所有的建筑 三百多个家庭失去了亲人 数以忘记的居民无价可归 灾难发生时 当地的气温只有零下五度 他们冒着严寒 逃乱到正中心的中央广场上避难 等待人们的救援 后来因为人数实在太多 当地无法安排足够的住房 他们只能被安置到山脚下的临时安置点内 由当地政府每月拨款600至800欧元 进行基础的生活援助 在他们离开家园的这段日子里 大量的小偷涌入了这座无人看广的城市 给灾后的房屋造成了二次创伤 尽管现在很多房屋的门口都卸着 屋内没有东西 请不要破坏门锁的标语 但依然是无法阻止盗贼的入侵 他们在屋内翻箱倒柜的 寻找主人可能留下的所有值钱物品 正让本就凄凉的小镇显得更为凄凉 赫莱的纳奎拉被当地政府列为了禁地之一 已经禁止人员入类 而荒芜的古镇也被人们称为21世纪的庞贝城 因为城中还留有大量的中世纪古建筑 意大利当局希望能进行最大的努力 保护好这里的文化遗产 并使用看诊技术进行重建 然而修复文物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光是修理一座从巴洛克时期留下的教堂 就花费了120万欧元还没修复完毕 这座被修复的教堂拥有浓厚的巴洛克艺术分产 夸张的绘画方式体现出中世纪殖民者 因为强权的扩张 获得大量财富后 一种奢华浮夸的生活态度 也体现着欧洲人在中世纪的审美品位 如今尽管社会的各界人士 已经拨款数十亿美元来修复这座城市 还有安置当地的居民 然而失去家园的人们 至今没有收到帮回房屋的通知 这么多钱到底花到哪去了 也无人知晓 灾民们只能住在由木头制成的 当成看着临时房屋里 有些老人直到去世 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 尽管生活非常艰难 但是这里的人们却非常的团结 每年的4月6日 他们都会回到城市的教堂 为逝去的生命 送上最虔诚的祝福 所有的泪水都将化为感动 激励着后来的人们 勇敢快乐地生活下去